市長 市長 大哥蹲下好不好 不要生氣 大哥你一直起來我怎麼趴 平面的大哥我們拍完蹲下 讓後面電子的那個攝影朋友 拍齁謝謝 欸哥哥你一直站起來我怎麼趴 沒有啦沒有啦 謝謝 學員長請看這邊 來這邊 好 看一下這邊 好 看一下這邊 好 好 先講我們看一下左邊齁謝謝 謝謝 好 OK謝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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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 好 國民黨黨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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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要再提一下 來做隔離 來做隔離 所以將來我們恐怕都要來討論說 除了特定隔離之外 像居家檢疫 以居家隔離 這部分要如何落實 才不會變成防疫的缺口 所以將來恐怕大家都要來 一起面對討論這些問題 好我們再一次表達歡迎蘇院長率隊來到我們國民黨黨團 我們請蘇院長 好 我們國民黨團 總召 蘇巨長 首席副蘇巨長 還有我們 民進黨團的 葛總召 以及我們行政院的 副院長 秘書長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特別率同行政院團隊 專程 前來立法院 國民黨團 來拜訪 同時 也給我們 總召 蘇巨長 首席副蘇巨長 來特別 來表示 新一屆的任期 恭喜 並且 也要請多多指教 多多支持 那如總召剛才所說 現在 國外會員疫情當頭 而且 情勢險盡 全世界所影響很大 台灣當然不例外 尤其在第一線 因此 現在 如何防疫 如何紓困 如何 藉此機會 發揮機會 轉機 來振興 行政院 不但 已經 很多 急迫的事情 在做 並且已經 投擬 特別條例 將 在後天 行政院會通過 後 送請立法院 大院 來審議 支持 希望能夠 謹速通過 後 我們會 編 特別預算 也 仍然要請 立法院 多多指教 多多支持 以便 推動相關工作 相信 我們 國人 同胞 作詞 疫情衝擊 各方面 都有很多 該做的事情 行政團隊 不敢待夫 但 我們 台灣 民主國家 體制 我們最最重要 還是要請 最高民主機關 立法院 來支持 這個支持 我相信 大家都是同一個心意 部分黨派 部分朝野 都是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所以今天 專程來 拜託 國民黨法案 能夠大大的指教 支持 不只是 防疫 等防疫疫情 如果能有效掌控 接下來 還有很多很多 法案 預算 等等 也都 還請總召 首席副書記長 及整個國民黨 的立委先進 大家都能指教 支持 讓我們 國家 能夠更安全 更進步 謝謝 好 謝謝院長 我們請 蘇機長也給我們 講 院長 副院長 替蘇長 還有我們民進黨黨團 三長 以及各位媒體朋友 非常感謝 蘇院長 今天率隊 前來 國民黨黨團 拜會 我想 我想在 新的一件 新的會期 我想 首要的 就是對於 防疫的工作 跟朝野 我們共同來努力 那也很高興 行政院 在星期四 也預計會提出 對於這次疫情 的紓困 特別條例 以及相關 特別預算的編列 那我想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 部分黨派 都希望 都希望 能夠給予 受這波疫情 衝擊的產業 以及民眾 給予相關的疏困 跟協助 帶領大家 渡過難關 那 所以接下來 我們也希望 在 行政院版本 送入立法院之後 以及各黨團的版本 可以好好 共同協商 理性討論 盡速通過 能夠安定民心 第二件事情 也藉著機會 跟院長報告 我想 現在 國人也非常 關心 院只有在對岸 包括武漢 以及受疫情影響 城市的 台灣民眾 希望 政府能夠 盡快 將治療武漢 以及相關 疫情嚴重的城市 台灣民眾 能夠將他們 安全送回台灣 所以我想 這樣的行程 希望傳達給 院長 也希望行政部門 能夠 積極 溝通 協調 讓滯留 對岸的民眾 台灣民眾 能夠安全回家 那我想 除了防疫之後 接下來 很多 議案 院長剛剛有提到 還有包括預算 我想我們都會 秉持著 在演監督政府的角色 只要是福國立民的 好的議案 我想我們 都會願意支持 但同樣 我們也會站在 民眾的立場 扮演好 在演監督的角色 我想大家都是 朝這個目標 共同努力 以上 謝謝 謝謝 好院長 院長 院長還有民書長 在這邊呢 就剛剛提到 最重要現在還是 所謂的 全民共同防疫 那在這邊還是 要表達對第一線 在做防疫工作的同仁 這段時間非常的辛苦 我相信我們會 一起來支持他們 但是當然 在防疫過程之中 我們第一個要處理的 就是我們的紓困 特別條例 讓包括說 可能有居家隔離 相關的人 如何能夠讓他們 在架上面 或說在一些 可能未來 還有可能有所謂的 居家照顧這方面 相關的能夠給他們一些 一樣的支持 因為大家知道 吳欣 對我們所有民眾來說 是的確 也是一個 會衡量 因為吳欣 要來照顧 或是吳欣 然後又用病假的方式 那必須要在家裡隔離 這些我們都希望 可以透過在法令裡面 除了對各行各業的紓困 幫忙 以及還有對於我們這段時間 可能需要配合的民眾 怎麼樣讓他們更願意來做 相關的居家隔離 這些制度都在紓困條例裡面 都能夠做一些相關的訂定 那再來最近當然 因為大家知道 教育方面 我們也關心孩子開學之後 怎麼樣的狀況 就讓大家更知道說 學校怎麼樣狀況 可以不戴口罩 怎麼樣狀況要戴口罩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要有 教育部要給各個學校 更清楚的一些指引 那才不至於因為家長 可能會有一些擔憂 以及呢 就是剛才總召提到的 在我們怎麼樣讓入境 需要做居家隔離的部分 或是居家自己做一些 相關的檢查的朋友 他的資料 能夠更快的可以到理證系統 這個是我們現在擔心的 就是民眾也擔心 成為防疫的漏洞 那的確在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也有里長反應很多超過七天 可能都還沒拿到相關的訊息 所以中間怎麼樣來縮短那個通知 讓理證系統可以幫助這次的防疫工作 做到更加的滴水不用 那這個部分也是也趁這個機會 轉達這兩天 很多里長給我們的相關的反應 那這部分我想我們都是同心的 希望可以讓防疫工作做得更好 以上謝謝 謝謝 趕到我們做總質詢的時候還可以 好 沒朋友 你這邊拉一條通道 謝謝 不好意思 來 我們拉一下通道 過來之後 謝謝 謝謝 我們先往萬一趟 謝謝 謝謝